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Oldman 今天繼續我們的七龍柱FightZ 我們之前的超戰士篇已經完結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要玩我們的敵戰士篇 敵戰士篇的內容呢,上面想說 IF故事,諾主角和佛麗札連結的話 這個感覺好像是 班外篇的感覺 就好像是以敵人戰士為主角的一個遊戲劇情吧 好不好,會怎樣我不曉得 我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來吧 從頭開始 拿霸在這個佛麗札面前現身 對發出挑戰的拿霸,佛麗札展現出實力上的差距 沒玩過我試試看就知道了 感覺就是一個新的篇章,然後 額外亂加進來的那種感覺 唉唷 龍神 這個是邪惡龍 邪惡龍神吧 所有願望 都達成了 哦,要找到龍珠,然後許願這樣子 然後許願這樣子 哦 許什麼願望啊 哦 願望達成了 許了什麼願望 唉唷 啊 讓他們全部復活 啊 許願讓他們全部復活 哦,這就是有點在講解這個超戰士篇之前的事情 是不是這樣子 原來是有連結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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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所以說他在 他 他在解釋這個事情發生之前的事情 不是外傳 這時候我們這個16號還在 感覺怎麼樣 請問你是哪位 そうだ 犯狂領軍製造的生化了 自分がどういう状況に置かれているのか理解できないだろうが 突然で済まないが時間がない 說明重點 你現在 正和名為佛利渣的外星人連結 哇 吾身在他的身上,想找他的身體控制權 我是佛利渣耶 哇 光用說的,你大概能理解 親眼目睹 我變成佛利渣啦 沒關係 這個遊戲玩到後面就知道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會驚訝很正常 不過這就是現實 原本你的靈魂應該要和孫悟空連結才對 所以說 這是 這是 另外的平行世界 超戰士篇的是我的確跟悟空連結了 但是這一個篇章是我跟佛利渣連結 幹我的動作好涼哦 佛利渣會做出這種表情 感覺會好噁心哦 好噁心哦 佛利渣的聲音 佛利渣的靈魂醒過來了 我先和佛利渣對話 還要可怕還是裝作沒聽到吧 還要可怕還是裝作沒聽到吧 凶屁凶哦 你有我願意的嗎 我才不願意在你的身體裡面的噁心 讓佛利渣自由的方法 讓佛利渣自由的方法 你認為你有選擇嗎 自以為你現在 搞清楚現在身體是我在控制你 你給我閉嘴 怎樣 身體是我控制的你想怎樣 這傢伙奪去身體 這傢伙奪去身體 結果還可以在裡面發弓哦 結果還可以在裡面發弓哦 就把自己的身體給毀了有沒有 他不是在裡面放 放類似 氣功之類的嗎 你有聽到嗎 就繼續說下去 哪 哪你 相信了吧 八旗 盡可能累積大量的戰鬥經驗 讓他控制 讓他控制 不接受你也得接受啊 是吧 任性的傢伙 白癡喔 剛剛不是發弓結果沒有笑 結果現在又在幹嘛 站在我面前的你 站在我面前的你 沒笑 哇消失了 不能用 他醒來原本的佛麗莎了 還不成 精神主導權讓出來了 我把他讓出來給他了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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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發不出來 連結系統啟動的事我沒錯 但是限制你精神和力量的力流其忍 什麼 神話人 神話人 好之前16號有說明過 他要從中間慢慢的阻止 21號變得強大有沒有 但是現在的故事現在我變成壞了 我變佛麗莎這邊了 然後 也充分的說明 他是為什麼要阻止 應該也會說明為什麼要阻止 21號 只是這個立場不一樣 在悟空那個平行世界的立場 他是沒有講得很清楚就被殺掉了 那些故事 那些故事是真的 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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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無法恢復原狀 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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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限制靈魂和力量方法 只有21號知道 廖ly 從一後開始於就是我的仆人 不要污辱我的名號 這個前面鋪陳怎麼那麼長啊 天啊 拿爸 全部 他幹嘛 看來你和之前的Lolo不一樣 拿爸怎麼了 打發時間 開始了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佛麗莎的招式如何 佛麗莎的招式好像跟西洋豬那邊不一樣 這是哪一招啊 招式欸 靠腰 我都還沒弄到什麼招式他就死了啦 太快了吧 可以使用拿爸了 本來以為你只是個Lolo 但看來還有點實力 該不會是佛麗莎大王吧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是過去在佛麗莎大王底下工作的賽亞人 拿爸 他是賽亞人啦 賽亞人不是都有頭髮嗎 拿爸 蛤 這佛麗莎是他之前早期還沒有變身完全體的時候的樣子 他那時候是有跟這個 拿爸有合作關係的感覺 你 你 看這個姿勢 看這個姿勢是最初的嗎 但 你也不能看見自己的家人 你 你 你 絕無此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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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要為佛麗莎笑命 難道他有什麼獨特的魅力嗎 特別粗 還是有觸手呢 太神奇了 我覺得有納悶 是基紐特戰隊啊 你的復活對我來說正好啊 和我們一起走吧 不管我眼前是誰 我們都會全部打倒 奇怪 基紐不是我們的人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吉特的興趣被矯正之後 忘了他自己是誰的部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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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他忘記了 這就是討打 準備要被幹爆了 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這次來看一下佛麗莎的那個能力好了 他攻擊好快 欸 欸 幹什麼 喔上面什麼都在飛 喔 我怎麼用的 我來看看他的大絕是什麼 喔唷 哇 直接變成 金色佛麗莎 七龍 七龍珠 七龍珠抄的那一隻 能力有不一樣嗎 喔唷 不斷的回血欸 好屌喔 放一下 四十八 太誇張了 欸我發覺他這個每一隻角色所做出來的能力都好特別喔 啊 所以雖然 雖然是被操控的對佛麗莎 居然對佛麗莎出手太不近了 無論有任何理由 敢違抗我的罪可是我可饒恕的 啊 正缺人手 拼命使命為我工作 又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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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之前那樣還比較正常一點 被打醒之後感覺更蠢了是吧 我們軍團只要能拿出成果就行了 其實是說他還被洗腦的時候反而比較強就對了 就算你想要出來你想要讓我出來也沒辦法吧 尋找手下 尋找手下 西魯出現了 奇魯出現了 呀 奇魯 西魯 哎唷 要找我玩玩是吧 恩達都 納達都 只會亂吼,可是失敗者的證明 納... 納達都 不成功 無科教育 屋子 浮入 你也請抄些 小型 他現在... 彼瓦 感覺好像兩幫流氓在較勁 讓奇葛人的靈魂附在我身上 誒?他居然知道我 是只有我們而已 要開打要開打 要打了要打了 打了打了打了講那麼多 開幹了開幹了 講那麼多廢話打就對了 先吃我搶擊 馬上把你秒掉 讓你無法玩擊 好強好強好強 換隻陪你玩 去死 你貓 嘿嘿嘿 好好笑喔 你看 可以不要用這種姿勢嗎? 我覺得很討人厭 很厲害啊 和我手上的情報完全不同啊 你體內有其他人的氣 看了你和我不一樣 是被真的人類復生了 蛤?復生東西還有不一樣啊 對 附在我身上的應該是以機械編寫的人工靈魂 還有人工靈魂啊 一下就被我控制住了 所以說 雞鈕跟這個拿爸就是被人工編寫的靈魂給控制 然後後來被弗威渣打醒 我不知道你體內的是誰 但你是靠他才能發揮原本的力量 我的確是靠了這個地球的連結 才能使用我的力量 但是 本來的力量 なるほど 貴様的情報 已經過時了 又不又以成為部下 你覺得西魯可能嗎? 不可能啊 等一下 不對喔 依照這個遊戲劇情 我是指遊戲 不是指原作喔 遊戲劇情就是要我遭受同伴 我覺得西魯會加入 不然我就不能用他了 我不會成為任何人的手下 不過你們好像有這樣 他這樣講說的過去 因為西魯是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的手下 好不好 以他的個性 看他那個西魯片那個個性 不可能 所以說他現在講連手 還可以 互相利用 我就會殺了你喔 哼 彼此彼此 就是一個互相利用的一個合作關係 可惡 居然有攝影機 21號 他在監視著我們 變得很有趣的 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終於聯手了 他有需要那麼驚訝嗎 的確 成為我們的威脅 要說誰會成為威脅 一定是那個連結的靈魂 果然活人的靈魂就是不一樣 我本來想尋找他連結到人類的原因 所以說 所以說 就連21號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靈魂 就是我為什麼會跑到那邊去 然後 然後21號的胸部好大喔 18號 18號第一次出擊喔 哇 你去準備回來後 要吃的點心 開始狩獵啦 哇 我覺得這個跟之後16號會在那邊 出現是有關聯的 OK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快點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七龍珠 Fightery再見囉 掰掰 粉絲